各位护法居士 大家吉祥 今天是五月份的水灿法会 想跟大家来分享这一则禅宗公案 叫卖佛号 今天要做一个买卖 那到底卖什么 佛号原来也可以卖 我们来看看这一则公案 是这样子说的 日本有一位家中经营当铺的居士 他的父亲非常小气 常常对这个儿子去寺院里面 他常常不谅解而且呵斥他 他常常说 少儿子 你每天到寺院走透 却什么都得不到 如果你有那么多的闲暇时间 不如你去编一些草鞋 还可以怎么样 但这位居士对父亲的话 感到十分困扰 于是他就去请教 白影会合禅师 那白影会合禅师听了之后 他就跟他讲说 那我告诉你 你回去告诉你的父亲 那这位居士回到家之后 对他父亲说 他说 松阴寺的白影禅师 是一个很奇妙的人 我今天到寺院 他问我 有没有人要卖佛号 他愿意出价来买 爸爸 既然你这么喜欢赚钱 何不念佛怎么样 卖给他 各位我们还卖不少钱 很多人会送 他就这样子跟谁 跟他爸爸这样讲 这个叹心的父亲 一听 有钱可以赚 还不错 马上没开眼窖 就跑去找这个禅师了 他到了寺院 他就问这个禅师 他说 听说你要买佛号 这是真的吗 这个禅师说 是的 不过便宜的我不买 那这位父亲很开心 他说便宜的我也不卖 请你用高价来买我的佛号吧 那白影禅师这个时候 一脸慎重的告诉他 他说 如果你想卖贵的佛号 那你就必须要好好念佛 这样子这个佛号才有价值 那他就问他说 那怎么样念佛 叫做有价值的佛号 那白影禅师就说 光是口中念出的佛号 不算什么 必须是要用心念诵的佛号 这样子的价值再怎么样 高啊 这个父亲一听说 当然想 一个佛号 心里念 口中念 都叫做念佛 我当然要选怎么样 贵的来卖啊 所以他选择什么 好好念佛 对不对 要什么 用心念佛啊 贵的卖嘛 结果于是他很用心的拼命念佛 念了一段时间之后 哇 逐渐心地光明啊 终于明白这个禅师 要他念佛的用意 这个时候 他就对自己的贪念 起了惭愧的心 也对白影禅师的慈悲宽大 更加的钦佩 于是他就成为什么 那个当初骂他 傻儿子的那个傻爸爸 他就去哪里了 他就当了一个佛教徒 那这位居士呢 原本要卖佛号 到后来呢 他对白影禅师说 感谢禅师 因为你的高价 买佛号 让我怎么样 受用无穷啊 我觉得这一个禅师啊 一定要好好来了解他 为什么有一个人这么聪明 知道要买佛号 这件事情 我们来看这一则公案 我把它归纳成四个重点 来跟大家分享 等一下我们来了解 谁到底是会合禅师 第二个 你看这个爸爸 他告诉他的儿子 你到寺院 贪不钱 去那里做什么 是不是把他骂了一顿 为什么 因为他希望他到寺院里面 可以得到更多的金银珠宝 那第三个呢 你没有发现 这个禅师很聪明 他用了一个非常方便 善巧的方法 引导了这一个爸爸 后来成为佛教徒 最后其实我觉得 他要感谢他的儿子 跟这个禅师的智慧 让他怎么样 有了得度的因缘 好 我们先来看看 这个白眼禅师 各位你都知道 这个人是谁 你敢知道 他是一个日本人 他生于日本 郡河 也就是现在的金刚县 他是灵济中 很有名的禅师 当然后来 他在日本中心的灵济中 开创了所谓的白眼禅一派 那七岁的时候 到天台中的寺院 听闻佛法 而发菩提心 十五岁的时候 他到了宋印寺 也就是刚刚这个 这个禅师的老师这里出家 然后呢 在日本各处行脚 那在1703年的时候 他因为阅读了 中国的云书 七红禅师的禅观侧境 而且他开始怎么样 觉得禅宗真好 他开始怎么样 开始禅修 到了24岁的时候 他到范山的郑寿老人 也就是道尽会端禅师门下 修行八个月 有多次开悟的体验 好 各位 这一个人非常有善根 他七岁怎么样 就到了寺院里面来修行 一个这么小的小孩子 就知道要修行 想对你来讲 这个禅师一定很有智慧 那呢 刚刚讲到 他到哪里去修行 到这个郑寿老人 这个地方来修行 他跟他之间 其实有一则公案 他是这样讲的 也就是对他的开悟 有很大的影响 有一天呢 这一个白颖禅师 到这个郑寿禅师那里 修行的时候 他就想到 跟这个禅师分享说 老师 我要跟你分享 我的修行的心得 他还没有讲完的时候 这一个老师就马上说 你又胡说了 然后呢 他就说 可是老师我都还没讲完 你又 你怎么打断我 他说 你又胡说 然后讲了第二次的胡说 然后呢 于是呢 他又跟他讲说 老师 你都不等我讲完 这个时候 老师 就拿出棍棒来 又骂了他第三次胡说 把他打出去 于是就骂他说 你这个鬼 哭里 死 残盒子 怎么样 把他骂了一顿 他就想说 我明明要跟你讲 我的修行亲德 可是你都不听我讲 然后你都在说 我胡说八道 又拿棍棒打我 他就觉得很沮丧 于是他离开了 有一天 他到街上去启示的时候 突然 悟到一件事情 叫星光乍现 突然悟到一件事情 悟到什么 悟到呢 当时这个老师 一直骂他 把他赶走 其实是要告诉他什么 告诉他 修行是需要忍辱的 他非常的开心 为什么 因为他荡下 开悟 他回到了 这个郑寿禅师的 这个寺院 他就告诉这个老师说 老师 感恩你给我的教训 不然我怎么还会回来这里 再修行呢 所以之后 他在这个郑寿老人这里 开悟之后 他得法之后 于是他的残法 就以忍辱波罗蜜 为什么 为他的根本 好 各位 为什么他都修忍辱波罗蜜 有一对年轻人 互相异爱 然后呢 因为呢 两方面的男女之间的 这个所谓身份很悬殊 女生家里是比较有钱的 而且男生家里是比较没有钱的 他们两个等于是偷偷的意爱 就有一天呢 就跑到寺院里面去 两个人讲好 要什么 要私奔 然后好了 就私奔了 对不对 没多久 回到这个 这个村庄里面 大家发现说 这个女生怀孕了 他就问 大家都逼问说 到底孩子的爸爸是谁 这个女生害怕 因为他不能抖出他喜欢的这个男生 于是他就说是谁的 是这个蚕食的 然后呢 大家都不谅解 想说 哎呀 你这个蚕食 你明明就是出家人 怎么可以犯戒呢 对不对 所有的人都对他不谅解 这个蚕食一句话都没有说 后来孩子生下来了 因为他没有结婚嘛 未婚生子 在当时候的年代 是非常丢脸的 那只好怎么样 这个家里 这个女孩子家里的人 就把小孩子送去给谁 送去给这个蚕食 他说既然是你的 你就养他吧 就把这个孩子 丢给这个白颖蚕食 他就替他养了这个孩子 养了一年 在一年之后呢 有一天 这个女孩子终于受不了了 他觉得他实在让这个蚕食 忍受不白之冤啊 他终于向他的母亲 向大家人说 是我对不起这个蚕食 其实这个孩子是谁的 然后后来所有人就知道说 哦原来是所有人误会他 可是各位你知道吗 这个白颖蚕食在这一年 帮他养孩子 被人家毁谤 被人家在背后说 这么多不名誉的事情 但这个蚕食一句话都没有吭声 到后来一年之后 他回来 你把孩子扔回去 他也只有说 哦好 然后就把小孩子交回去了 各位你要知道 一个人能够对外在的境界 这种忍辱 还有被人家怎么样误会 各位我们忍得了吗 可是这个蚕食却能够忍辱 是因为他当初就是怎么样 受到这个 证受老人给他的伴赫 他能够忍下来 因为这样子 他才能够什么 开悟的哦 所以这个白颖蚕食 我相信刚刚那个公案 大家应该常常听到 各位他的主人 就是这个白颖会赫蚕食 他的蚕法就是 以忍辱为明文天下的 所以啊 常常在禅宗里面 有一句话叫做 是非以不变为解脱 也就是当别人 再怎么误会你 有时候不变是一个 最好的什么 回答 所以能够忍得住那种 想要说出口 但不能说 各位那要多有智慧跟勇气啊 所以忍辱叫做什么 毁欲不动啊 毁谤你的时候 你也怎么样 不动心 赞叹你的 你也不要太开心 如果我们能够依此修行啊 我相信我们也可以慢慢 修到星光乍现 你看这个多好听的一个名字 那刚刚你讲到说 他是不是去度这个谁 他们这个爸爸 对不对 那你看那个一般的人啊 都会想 那你到寺院到底要做什么 什么都得不到啊 没有钱啊 没有钱可以赚 那到底要去寺院做什么 当然你有信仰的人 你进来到寺院 你会觉得 哦 我好像得到很多 因为那个是心灵的富足 可是呢 没有学佛的人 他一定想说 弄得牌去呢 好 店家的 看电视又可以 看一个得到知识 但是呢 来到寺院呢 都在念佛 都在禅作 是要做什么 各位一般的人都是这样想 但是呢 如何得到更多 我想外在太容易得到 可是你内在的平静 各位那很难的 就像我们在面对疫情 如何能够安定身心 各位那也要一点点的功夫 所以我很喜欢大师 在这篇文章讲说 以舍为德 舍得舍得两个字 基本上大家都知道 而且太怎么样 太容易的事 但是很难做得到 那大师在这篇文章讲说 他说舍是怎么样 看起来给人 实际上是给自己 给人一句好话 你才能够得到别人也回你一句赞美 给人一个笑容 你才能够得到别人也对你回盟的一笑 所以舍得是什么 因跟果的关系 而且呢是互动的 各位你想要得到很多东西 你必须要先有所舍 你才能够有所得 所以他说大师说 能够舍的人一定拥有负者的心胸 所以他说什么叫舍 并不是叫你给予什么 而是譬如说 我们可以舍去成就的漏习 譬如说 我是一个很爱生气的人 我是一个很爱比较的人 如果我知道 各位你也要舍掉这个计较跟比较 这个叫舍啊 所以一般我们常讲 修行里面叫行舍 什么叫行舍 一边修行一边的当下 就在此舍弃什么 舍弃我们的葛藤啊 什么叫葛藤 就是我内在里面的很多的习气啊 所以他这边讲 他说如果我们学佛 不知道要舍去成就的漏习 怎么能够更新进步呢 当然就是要舍弥入物 舍小或大 或者是舍望归正 舍须有始 所以常常讲放下屠刀怎么样 立地成佛嘛 为什么立地 那个屠刀指的是什么 你愿意放下烦恼 当下不就是菩萨的心吗 所以放下就是舍 不舍怎么能够成佛呢 所以大师在文中又讲到说 以舍为得妙用无穷啊 当我们把 我们看下面的那个红色字 当我们把烦恼 悲伤 无名 妄想 都舍去了 当然你的人生又怎么样 不同样啊 所以我到底要得到什么 钱 很简单谈的 或者是物资 也很容易 但是你要买到心灵的富足 各位那是很难的 因为你看不开 就是看不开啊 很多人呢 很好命的 不说怎么样 你要好买 再怎么好命 你都觉得你过得很苦 可是一个人 他没有钱 没有事 但是他每天过得怎么样 很富足 很感恩 各位这个人 他就会觉得 就算我没钱 我一样怎么样 过得安然自在 那学佛学什么 其实不就是学习觉悟之道吗 觉悟什么 让你自己每天可以过得 很自在开心的这个道理 所以呢 在佛教里面到底要学什么 我觉得舍得 能够让我们得到更多 那我一直觉得呢 这个禅师很有方便善巧 你看哦 禅师不是都不做事 禅师不是都怎么样 只在那边打坐 禅师不是什么都不试生产 你看哦 他度了一个人 这一个人的心理改变了之后 会不会影响他的一生 各位会 你看哦 你的身边的人 如果呢 你对他讲了一句话 让他心开意解 各位你就拯救了他的性命 得到的是什么 是无限的 所以方便善巧这件事情 是禅师 在开悟之后 他必须要修的 就叫什么 善巧方便的方法 各位 我们也是同样的哦 如果你今天来学佛 你不懂得方便善巧 遇到任何事情 你其实都不会处理的 譬如说 你遇到家里面 有人有状况的时候 譬如生死大事 我们就怎么样 完全不知道要怎么办 我遇到太多人 他在佛门里面三四十年 但是他今天面对 人家的生死的时候 他不知道他要跟他讲什么 你只跟他讲你要念佛 可是各位你要知道 有多少人没有信仰 你当下要念佛 有可能 有可能的 你要开拓给他听 有什么要念佛 我们要去队 各位 如果我们都没有跟他说清楚 你觉得那个人 他会想要念佛吗 不可能的 为什么 他平常没有习惯嘛 而且他没有产生信心啊 那所以你要不要告诉他 为什么我们要念佛 我们要去哪里 所以如果我在我自己的学佛路上 我没有学到一点点的东西 各位 就光这么一小件事情 我们都没有办法解决别人的问题 甚至我今天要往生的 我要去队 我自己也不知道 你都连自己都解决不了 连自己的烦恼息息都解决不了 所以方便善角太重要了 我们来看看大师说 有六个六种的方便 各位要把它学起来 第一个叫什么 随顺的方便 也就是菩萨随顺众生的根基 他给予教导 使他们产生信心啊 譬如说他对上根基的人 他直接告诉他说 不生不灭 不够不静 不增不减 各位 我们好像不是上根基 因为亲经念的很多 还是听不懂 好那没关系 我们退而求其是怎么样 当个中根基的人 也就是呢 当今天佛陀 或者是诸位法师 用种种辟语引导大家 进入所谓的实相 各位 我们也多少 多少听了 这还算不错 对不对 但一般的人 叫下根基的人 他就要告诉他说 我跟你说 你过去是怎么 你这世人 这世人怎么 就是过去因 金事国 好像有点听得比较懂 所以我们大部分都在哪里 都在下根基 但是你要知道 第一步 所有的人 要先观察 所有的大家的根基 你跟他讲那样子的话 有一个刚出学佛 你就告诉他 不生不灭 不够不静 他咋听得懂 你就告诉他说 我跟你说 我们人的 我的 要怎么样 为别人着想 所以你好 我好 大家好 他听得蛮简单的 会不会 会 就跟他讲 说好话 做好事 存好心 有简单吗 很简单的 听得懂 好 第一关可以这么做 当他慢慢的 开始产生信心的 你就要间接告诉他 哦 原来学佛还可以怎么学 好 各位 你不是只有告诉他 你要告诉你自己 我自己要进步 所以叫做什么 随顺的方便 第二个叫做 利要的方便 也就是立一个契约 就像刚刚 他是不是跟这个 爸爸立一个契约 你好好念佛 卖给我 怎么样 我就帮你高价买路 有没有 这个叫立约 也就是为了让众生 持戒行善 菩萨有时候会满足 他们在经营 采宝上面的需求 就譬如说 在法华经里面 长者为了引诱 这些 我们这些 云云的众生 于是就给他们什么 洋车 路车 等玩具 这个叫做立约的方便 有时候也是要有这种 方便善巧的 然后第三个叫做 异象的方便 也就是可能我们会看到 某某菩萨的化身 像过去水路法会的时候 很多人看到 大佛转身 或者是有一次 有一年 佛陀纪念馆的大佛 很多人说拍到眼睛睁开来 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在现场 然后很多人会因为看到这个异象 会不会生起信心 各位会 所以异象的方便 这就是观世音菩萨 为什么应以合身 得住者 极限合身 而为说法 所以有时候 这个人他需要怎么样 告诉他 奇迹的事情 那各位你就告诉他奇迹的事情 那逼迫的方便 各位有时候要逼所成会 你不要太随顺自己的习气 很多时候 刚开始要做的时候都很难 可是我们一旦放任自己的习气 我们就没进步 所以你知道清朝的玉林国师 元吉之后 雍正皇帝呢 非常的仰慕玉林国师 他就一直在找玉林国师的后人 他后来找到他的徒孙 叫做天慧禅师 相谈之下呢 他就很失望 他就骂这个天慧禅师 他说 像你这样子的出家人 哪有资格做玉林国师的后代呢 我要把你关起来 一个礼拜之内 如果你不开悟 你就不要出来了 那这个时候 雍正皇帝拿了一支宝剑 每天在窗口就对他喊 他说第一天过去了 如果你第七天不开悟 我就砍你的头 就这样子 天慧禅师 有没有生命的逼迫啊 有哦 结果到第七天 因为被逼迫 不得不怎么样 开悟了 各位有人拿剑刷杀我们 然后我们会开悟 这也蛮不错的 就这样子 他被逼迫而怎么样 开悟了 那等到将军拿宝剑来的时候 天慧禅师就说了 他说宝剑拿来 我先去把雍正的头颅 怎么样 砍下来 他为什么敢这么说 因为他怎么样 因为他开悟了 所以呢 你看 有时候被逼得 不得不做的时候 各位我们就会进步了 所以我常常很赞叹 所有呢 这个发心当会长的 为什么 因为呢 你愿意承担当会长 从你不想要 到你没办法接了 然后呢 突破自己 各位你会发现 你在这当中 跟你过去 没有承担会长 一定差很多 当你今天愿意发心 改变自己 各位 人生就不一样的看法了 因为你站在的高度 是不一样的 所以 逼所成会 有时候也是需要的 那再来叫做 报恩的方便 也就是呢 很多人会怎么样 刚开始 他承受三保恩 会因为想承受三保恩 感恩 他就会想怎么样 想来修道 所以像梁武帝 报恩是路道的方便 像梁武帝 他三次舍身 到同泰式去出家 他就是用这种 报答三保恩会的方便 而唤醒全国人民对忠孝仁爱信仰的重视 所以各位 如果我们对三保觉得三保真的是很护持我们 各位 我们就要如何 要精进修行 你要想 佛教如果没有新圣 就没有人可以学佛 所以三保一定要怎么样 护持他 那佛教新圣 各位众生才有什么 得度的因缘 所以如果我有这么想的话 各位那也是一种很好的方便 最后一个叫做亲近的方便 如果跟你讲说 我跟你说 你学佛一定会去地狱 你会学佛吗 不会 你一定会说 如果能去天堂 那我就学佛吧 所以佛陀降到都帅天 降生人间 出家学道 告诉你说 原来他跟我一样 都是人 他都能够成道 为什么我们不能成道呢 所以如果我们知道 原来修行这件事情 是越往亲近的方向 那各位 我们就会想要往前走啊 所以佛陀的视线是什么 原来他跟我们一样 都是凡夫啊 所以各位你要很感谢 你的生命当中 给你无限姻缘的人 就算他是折磨你的 给你难堪的 你都要觉得你很感谢 有一个人呢 他就有一天 他遇到一位天使 这位天使就告诉他 他说我告诉你 有一天你将有机会 得到什么 钱财很多 家财万贯 你将有机会得到 很高的社会地位 你将有机会得到 一个很美丽的妻子 而且拥有一个 美丽的家庭 这个人很开心 他想说哇 这个天使这样对我讲 满心期待 于是等着等着 等了一辈子 到后来 孤苦终老 往生了 然后呢 他到了天堂 又遇到了这位天使 他就问这个天使说 你为什么食言呢 当初你不是跟我讲说 我会得到 第一个叫什么 家财万贯 第二个叫什么 社会地位 对不对 第三个叫说 拥有美丽的妻子 可是我一辈子都没有得到这些 他就说 我没有说你一定会得到 我只是说你有机会得到 我举例子给你听 他就说第一次 当有一天呢 你有一个很好的发想的时候 可以让你怎么样 得到很富有 你也想的那个idea非常好 如果这个专利 让他成功 你一定即将成为什么 很有钱的人 可是那个时候 你果足不前 你不敢做这件事情 于是这个专利 被人家怎么样 拿去了 然后那个人 变得很有钱了 他说你失去了第一次 让你有机会 得到成为富人的人 一个机会 第二次 再一次的大地震当中 有一个 因为地震嘛 然后压垮了很多的房子 也有一群受伤的人 正等着 你有机会可以救他们 可是呢 你却怎么样 你却因为怕地震 你的家里 被人家招小偷啊 所以于是呢 你就不敢 不想去救他们 因为你要守着你的家 你要知道 当时 如果你去救了他们 那一个机构 因为会感谢你 之后 你就会声名大噪 你就会获得怎么样 社会地位 但是你第二次 因为你的自知 所以你失去了 第二次的机会 第三次 你有一天 遇到了一个 你非常喜欢的 一个女孩子 长得非常的漂亮 其实你也有机会 是可以跟她认识 结为连理的 可是因为你就在想 哎呦 这么漂亮的姑娘 是会喜欢我吗 我想我还是不要去跟她 怎么样 讲话 我怕她看不上我啊 于是你就犹豫不前 你一辈子也没有机会 再认识她了 她就告诉她说 其实我告诉你的 叫做你有机会 获得这三样 但是你每一个机会 你都没有把握到 各位换言之 我们每一个机会 都来到了你的身边 可是我却不知道 原来那个叫做机会 所以你要感谢 给你机会的人 你要非常的觉得说 原来这事件上 还有人怎么样 要说我们 还有人要折磨我们 你就要觉得非常的开心 那我想今天以这一则 卖佛号的禅宗公案 跟大家结缘 希望大家 各位卖要卖贵一点 所以呢 要记得 那念符的时候 不要只嘴念 要用什么念 用心念 你才会什么 卖贵一点 所以也是才有价值 所以你要觉得感谢 还有这些人出现 还有人写出公案 让我们怎么样 听闻一下也很好 那给呢 大师常讲 给是人生最开心的一件事情 所以他为什么讲四给 这么简单的四 四句短短的话 但是各位 他有无限的妙意 从给人信心 给人欢喜 给人希望跟什么 给人方便 这么简单 但是却很难做得到 因为当我们不愿意 用心做的时候 各位就很难了 所以你把给带回去 那你呢 卖的佛号就会怎么样 会贵得贵的 可能会贵得贵 那已经可以这个 蹭这个像黄金一样的 这么贵 大家在这段时间 一定要平平安安的 多多照顾自己 那虽然说我们大家 在这个地方参加水灿法会 但是我觉得我们大家 非常有意识 都知道怎么样 口罩要戴好 要常常洗手 这个就是台湾人 很厉害的地方 因为我们有 很有防疫的什么意识 那祝福每一个人 都能够身体健康 平安吉祥 明儿bits 明儿 Ughul 是 中文字幕嗨